提到极正,马上就令人联想起王安世的极正 其实不读宰相完这个东西 帝王更是不胜没局 出名的大使有三位 按时间顺序来看 第一个是赵王 我们称赵王为帝心 这是他死后他儿子给他上的嗜好 生前被称为桑王寿 提到桑王寿呢,不见得有几个人知道 一说咒,竟然皆知 帝心生前非常重视农业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对东南方用兵将桑朝的势力扩展到江淮一带 这次长久的战争导致了国内空虚 周国联络西方各国趁机讨伐桑桑朝 牧野一带 商军大溃 地心自焚 桑朝灭亡 灭亡之后呢 得到天下的周五王 给了他一个恶事 叫咒 所以我们现在大多数人都知道 他叫咒 他原先的名字 并没有多少人知道 两千多年以来 大家都把咒王当作一个坏蛋 直到龚若先生 为咒王反而 他说大家认为咒王坏 是中了推翻英桑的周朝历史学家的毒 桑朝王经营东南 把东夷 就是我们现在先行时期 中原居民对黄河下游地区的居民的总称 咒王把东夷和中原有机的统一巩固起来 这是有功劳的 咒王本来确实也是个英雄 史记里面说他呢 口若玄和思维敏捷 既有文才 又能和野兽无斗 登基之后用青铜铸造了大量的兵器 带兵攻克东移 把英桑的江土开拓到了东南一带 开发了长江流域 所以郭沫若说 这王有贡献 是有一定道理的 第二位自然是杨广 其实杨广也是一位胸怀远大至上的皇帝 他把大叶两个次作为自己的年号 我们便可以窥知他的雄心 随书杨帝记说他处处以秦皇汉武的工业 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 齐连山海拔将近四千里 杨广曾经率领军队从这里穿过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到过西部的帝王 后世巡游考察勉强能够与他比拟的 不过是一个尔皇帝胡耀邦 随杨帝曾经在燕之山大宴宾客 款待高昌王 以及西域二十七国来朝见了大臣和使者 各国商人云集在商业进行贸易 丝绸之路重新繁华 杨帝在位十四年 曾经两下扬州 北巡突厥 西巡河右 经略越南 遭复流泉 他真正居住在长安不足两年 住在东都洛阳也不足四年 其他时间都在各地巡游 从东到西 从南到北 建立了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 成就了他的大国之盟 建立了一番足以比肩秦皇汉武的大业 随杨帝一直在东征西讨 不停地奔走 这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为随王朝的树灭埋下了祸根 山增高历是随王朝步入险境的开始 大业七年 也就是公元六百一十一年 随杨帝下决心解决辽东问题 下招讨伐高历 为什么要打高历呢 实际上也是为了实现国家的统一 因为辽东原来在汉朝的时候 就是汉朝的次军地 是中原统一王朝的一个部分 辽东没有统一进来 国家的统一便没有最后完成 所以说从随文帝开始 一直到藏高中 每一个皇帝都在打辽东 为什么要打 就是为了完成国家的统一 对一个帝王们来说 国家的统一和边疆的巩固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阳帝呢忽略了辽东半岛 朝鲜半岛的特殊的地理环境 出海作战 随军并没有优势 他们不擅长随战 尽管有一支随军 最后也全军覆没了 一针高历最惨 渡过辽河的三十五万随军 回到辽河以西的 才两千七百人 二针被杨选杆 叹乱打断 三针落了个须面 人家前史投降 我们可以说 随杨帝的统一 高历 三针高历 包括随杨帝 整个的统治 都是一种急症 但它不是单纯的暴政 事实上它的整个政策 大多数是符合 中国历史发展的要求 只不过在当时 它走得极了一极 经过几百年的歌剧战争 老百姓要的是安居乐业 要过的是平稳富足的生活 营建东都 开凿大运河 打通丝绸之路 西平张业 开阀西域 乃至 共打辽东 都是为了巩固和发展 统一多民族国家 杨广 杨广还进一步的推行了政治制度改革 完善了三省制和科技制度 完善了三省制和科技制度 取而代之建立长朝的是杨广的表哥李渊 当然 没过多久呢 李渊的儿子李世民 杀父求凶 后来他被人称之为天可海 玩了在忙着杀儿子 这个故事很重 最后一位是崇祯 崇祯皇帝曾经享和一群冷臣 力挽黄澜 就大明于水火之间 为此呢 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勤勉的帝王之一 大明王朝给人的印象是富庶 繁荣 他有着天子守国门 君王守设计的这个豪壮 也是唯一一个不割地不飞款 不和亲的王朝 明朝末年 小兵河时期 党争 急震 这是致命的三要处 爹家之下 袁同泛 卢相生 雄亭碧 孙传亭 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 像流星一样划过大明最后的天空 当这些能人脏台一个个战死以后 大明王朝的辉煌 也随之埋葬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这其中呢 孙传亭成为大明王朝的最后希望 孙传亭捕获了高兔 李朝皇带着八计 狼狈潮汕之气 这计划彻底被打乱了 本来可以彻底消灭敌人的最后一线希望 也烟消云散了 我们不能说杨慈昌是一个很坏的人 但他是一个文神 几台谋略谋略不进入沙场 或多或少 他提出了一个四镇六玉十面张网的卫教计划 缴了一些匪 招安了一些人 从真皇帝把杨慈昌当成望连交和人神导师 对他的计策大驾赞 五体投地 认为他具有 力挽黄澜 力挽黄澜挽救大门的这个能力 只不过这个人呢 他主张和满清讲和 孙传亭 从真十一年 在清军入关之际 遭到了从真的猜忌 被捕入狱 在牢里待了三年 直到李志诚的部队发展壮大 杨慈昌等人已经无法压制的情况下 从真才想起孙传亭 将他赴任 无兵无将 英雄驰木 最后在同关 明知必死的孙传亭 用他对大兵的忠诚 和热举 单枪匹马 冲入敌阵 淹落在李志诚的大兵中 战兴陨落 明朝损失了最后一个 可以挽回危局的人 李志诚的孙传亭 势如破除 马下的公关 第二点 围困京城五个月以后 终于攻破了京城 从真在景三 自一身 明朝宣布灭亡 如果从真皇帝不及 孙传亭能够尽全力而为 说不定呢 李志诚早已经被他剿裂 没有内患 那么大明 可以一心对上清兵 也许还可以续命百年 只可惜呢 历史没有如果 所以明史 有一段感叹 传听史 观以类 无奸存疑 从真一身勤勉 可谓是起得比鸡枣 醉得比狗吃 在位十七年 换了五十个大学士 相当于宰相 或者副宰相 十四个兵部藏族 他杀死 或者逼得自杀的 都师 总督 除了袁从化以外 还有十个人 杀了十一个凌死 逼死一个 外博的事物 最后迎来了他的主人 深迅不过王成恩一人 就这个 还是个太监 我们现在看起来 吉正不仅仅害人 最终也会害到自己头上 上述的这几位 就是雪明灵的佐证 好了 别再说了 至于新朝的王莽 明朝的丽皇的刘景 也都曾经达到货府的改革 论起来也算是急震吧 只可惜很快就人亡正希了 影响并不是很大 但凡急震 主事者并不见得见识不广 威望不高 只不过破旧立新呢 完全脱离了当时的社会环境 比如王莽 他恢复州里 废出奴隶制 建立贷款制度 以公权力平衡物价 防止商人剥削 增加了国库的收入 现在看起来错了吗 刘景在军中设立文职 设立列航厂 从根本上压制了东厂西厂的威服 被临时的原因很简单 他想让宦官成为官僚队伍中的一员 虽然这种双头政治 可以使中国的政治机构 更加稳定 但是 这严重地侵犯了整个文官集团的利益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下 王恩时期变化 其实如果范中元的 庆立新政要成功的话呢 就不会有后来的王恩时期政 王恩时变化发生在人中时期 王恩时的宗旨是改变 北宗建国以来 激贫激弱的 这个社会限制 变化以发展经济 富国强兵 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 以理财 省军为中心 涉及到政治 经济 军事 社会 文化 各个层面 是中国历史上 除了方案变化以外 最大的一次 社会变化运动 变化改变了 北宗 积贫 积弱的局面 充实了政府财政 提高了国防力量 对地主和大方人 非法余力 进行了打击和限制 根据现在的统计资料 当时的国民经济 生产总值 占到全世界的80% 是明朝的十倍之多 但是变化过程中 因为它推行过程中 有一部分举措 不可迟疑 而且执行过程中 有一些不良运作 造成了老百姓的利益 受到了损伤 加上刑罚 触动了地主的根本利益 所以遭到了强烈反对 袁峰八脸 宋陈忠 宋陈忠去世 那么 王二世变化 也就彻底的人亡正希了 北宋最后一个机会 就此完全丧失 不同于张继郑的变化 六象公出手太极 仅仅好过 康兰海的戊戌变化 譬如宝马法和清淼法 过时再快再急 事先不去细滑流程 锁托飞人 顶层设计的良法 指着盛进之途去实施 结局肯定是不完美 我们今天看 蔡奇在赎九寒天 驱逐所谓的低端人口 经济之地 一刀切得没改气 没改油 没改电 白毛工狂笑之计 一刀切得改掉民众的用眉习惯 不从替代人员上 为老百姓着想 这个冬天 可能会牺牲很多无辜的生命 基本上可以确认 这就是一场人祸 什么是急症 这就是急症